基隆北林路发生大规模三崩 仍在议会总执询的市长谢国梁和多位市议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斋 我们正在进行联合总执询 突然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们几位党团的同仁马上讨论 得出结论就是我们的总执询必须立刻来停止 希望市长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 因为状况看起来是有点严重 那我们也取得大会的主席 我们杨复议长的同意 让我们能够停止总执询 那也让市长可以放心的来到现场来指挥 我想今天大家都是为了基隆市民 为了所有人的生命安全的考量的这样的一个优先的基础 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那所幸今天听到的只有一位民众 受了轻伤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赶快早日康复 那也希望这个现场能够在所有的专业技师的 这一个评定底下呢 大家能够安全的把这一些固食把它这个移走 我们现在一切以抢救灾害为优先 那至于受伤的民众 还有这位基障师师机的损伤 我们会尽量偷窥议会跟市政府一起来沟通 我们会尽量以灾害预备金的方式先来进行补助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通盘检讨我们 基隆市所有山坡地的一个安全维护 因为这个连日的大雨造成我们山坡冲动 这属于天灾 我想我们政府会负起全部的责任 而多位市议员关心北宁路多次发生重大山崩 议员们要求市政府和公路总局 应该加强检视北宁路沿线山坡潜在的危险性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办理过线刊 就是针对于这个区域的吐石滑落 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一个事情 然后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大面积的吐石滑落 其实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但是在这边我们也是希望说公路总局 针对于这一次的事情应该要做出深刻的一个检讨 另外对于整体的一个山坡的状况 我们也要求公路总局应该针对于整个山坡的上方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裂缝 因为我们毕竟是担心说 如果今天我们在距离后续进行所谓的抢灾工作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一个同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 所以应该要做相关利己的一个检视 避免灾害继续扩大 另外一个这个山坡下面刚好也紧邻了我们余会的相关的 邮库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加紧来维护这个油库的一个设施 避免说因为落石掉落之后 进行周围的灾害的一个危害 那希望说市府能够尽快的来加速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灾害防御的一个工作 从北路一路过来 这边基本上都是逆向坡为主 或是非常接近逆向坡的一个地址形成 那它的解压结理动比较发达 因为这边的边坡比较陡峭 陡峭后方在山顶后面的解压器会发达 发达以后就比较容易形成这个 我们说雨水下盛的一个通道 那越下盛到下雨的时候会特别 让我们边坡的安全性降低 因为它水压上升不容易往前退 那基本上这附性的边坡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还是建议主管机关 能够在这边的这个边坡 能够加强做一些边坡安全的巡检 这定期性的要做 然后让这种边坡灾尽量预防性的一些措施 工程的一个补强的措施来让这个灾害降到最低 当务之急 市长谢国良指示先进行救灾 包括台北市派出了搜救犬 新美市也派出了人车现场救援 基隆市政府透过社群 提醒用路人务必改道通行 要抢载最快时间 恢复单向通车 记者黄少民就有报道